第四十四單元 人以子 金滿盈 我叫子 唯一晶 琴有功 戏無益 戒之災 以勉利 一般人留給子孫的是 滿香的財寶 而我們教導子孫的是要研讀三字經 明白做人處事的道理 只要刻苦用功 一定會有收穫 如果只是玩樂不肯上進 就會一事無成 所以我們要警惕引以為戒呀 詩仙李白小時候也貪玩 但後來卻用功學習 他是怎麼改變的呢 我們就來看看鐵杵磨成真的故事 李白是唐代著名的詩人 但他小時候貪玩 不愛在學堂讀書 常常跑出去玩 一天早上 一天早上小李白又逃學了 走到一條小河邊 今天天氣真好 天這麼藍 河水這麼清 如果能像小鱒這樣悠悠自在地游泳 該有多好啊 咦 這是什麼聲音 不遠處有一位老婆婆坐在河邊 小李白感到好奇 走了過去 老婆婆 您在做什麼呀 我正在把這個鐵杵磨成繡花針呀 這根鐵杵這麼粗 怎麼可能磨成很細的繡花針呢 孩子呀 你聽過滴水可以穿石 魚宮可以移山嗎 那鐵杵磨為什麼不能磨成繡花針呢 可是您的年歲這麼大了 不會累嗎 我雖然年紀大 可是我堅持去做 只要下苦工 早晚能磨成真的呀 啊 讀書不就跟磨繡花針一樣嗎 我為什麼不好好用功呢 老婆婆 謝謝您 謝謝您 我得回去上學了 哈哈哈哈 孩子 你真乖 你快去念書吧 從此以後 李白每天用功學習 勃攬群書 長大後成了名垂千古的詩人 享有詩仙的美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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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髮子 不渡 以後 得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